这车早上6点钟停到这里就停到山边上了 厉害全是水的山在吃饭的地方 旁边山是好的 今天是从惠安到达县港汽车站 准备再继续乘坐巴士 去往胡志明了 不想再往顺化去了 我又遇到一个师傅 又是我自己 他说我这个背包很像他们公司的背包 然后他说直接帮我送到车站那边去 本身他的车也到车站 他们巴士价格也实在 然后让我直接坐他们去的 这个师傅非常好的 这个是重新到达县港的时候路过这里的 可以看到远处是山近处还是船 这个鱼的鱼道 这个是鱼米之乡啊 看中间还有个小岛呢 船都停靠在这儿 这就是上次那里的那个巨船 可以看到这远处山呢 红榄蓝蝶浮 故事感很好 这又是过县港的桥 县港的桥比较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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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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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如果开船过来玩很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我去的时候师傅聊得好 他没让我买行李票 等走的时候他让我买一张行李票 然后一万顿也就买就买了 反正就坐这个车大家系好就行了 这车站也比较大的 反正就在这坐吧 坐这种蓝色车 坐就坐这种八次 我坐了一次还是比较可以的 价格也实在 乘坐体验还行嘛 就是如果说喜欢完全伸展腿的就不行 我现在本来是要坐两点钟那般的 但是没赶上 只能坐下午五点钟的 车站 汽车站没多远到这边就吃了 这个鸡肉 还有这个菜 对 它是在这个牌子 就是吃了 它做的这个鸡肉非常好吃 我刚才在这吃了 以前四万越南的 还有最便宜的三万 九块钱 这个肉 还有这个肉 还有这个都做得非常好 我刚才吃了 这个鸡肉 还有这个肉 还有这个东西都有 它这个是笋炒的 还有汤做的 都非常好 老板娘也非常友善 我觉得可以来这 刚才我自己也吃了 还不错 吃完了 非常好了 吃饱了饭 然后晚上还有坐车的 当然在车上也能吃 它最后也会把你 请到服务区吃饭 只不过中午饭还没吃的 它这边是 都比较讲究卫生院 它 把饭菜 如果它不在 它就有一个沙窗盖起来 然后这样的话 营子了 苍蝇什么都进不去 虫子也爬不去 但是他们在做的 这个他们吃饭这边 汽车站附近 也都有的吃的 不像国内的很多地方 它跟你乱要价了 比如外面卖十块的 它在这里就卖三十 这里就没有 这一点我在越南车站附近 吃过几次饭 这是我说这个结论 所以以后大家不用很匆忙 到车站附近也可以先吃吃饭 然后它这就提供免费的冰茶水 所以喝杯茶 然后再去坐车 就不用那么干 在这吃完饭 然后在这遇到一个人 聊了一会儿 中国人 就是上车 今天这个第二层睡 就在后面睡 最后它昨日还显得宽敞的地方 然后 只是这个头抬不起来 顶方在这 明天中午或下午到达 或者明明 一样的也是做这种巴士 估计会很冷 今天带着衣服上来了 在这 5点钟就要出发了 8时 这是在车上坐着 然后遇到这个桥感觉很低 它排下来 工厂 这车中间停下来还上了几个老外 几个老外 几个老外 女的还有男的 看来也是到胡志明的 这老外个头大 这座位都够深的 我后面我一个人享受了这 这5个座位 但是不知道后面还没有人 老外基本都伸不开腿 我们1米7多的身高刚刚好 要是1米8多 可能就会麻烦了 它这里有25分钟停留 半个小时停留时间 让你吃饭吧 到这中间停了 饭5万云然炖 15块钱也还可以吧 很久人都在这吃饭 有粉有面还有各种 快餐 这几个巴士都停在这 都在吃饭 吃完饭休息一会儿才走的 门口会有那个 有点等的 能车这个服务站搞得很快啊 然后这边还有种那些莲 睡莲呢 还有餐厅 管理这还有一朵莲花呢 大半夜的 这莲花都晚上都闭合了 它这里又有一座桥啊 还有个寺座 还有个寺庙 这几辆车都是停在这吃饭 然后休息 然后之后就出发了 可是这个服务站好小啊 这里还有个凉亭呢 这个明天下午才到胡志明市去了 这车 早上六点钟停到这里 就停到山边上 厉害 全是水的山 是吃饭的地方 旁边山就不好了 是下午一点钟到 实际是十二点就到了 车每次都提前 这里胡志明市区 好像还有几十公里呢 还得找车 这个车站比较大啊 其实是有公交车坐的 往那个胡志明市 刚才我在洗洗脸 烧啥家在洗手间里面 就找公交车的 他那边一下车 人都跑个没影 我大概有十五分钟左右 人都没影 我大概有十五分钟左右 现在我去找公交车那边位置 应该在外面 这已经到胡志明边了 十八公里到胡志明市了 你这个到时候看着这个路线走 就这样 出了这个站 往前面走 门链前面走 再往那边走 就到了公交车站这里 奔谢 上面写的是奔谢这个 出了这个站这里 出了这个门口 两个保安亭这里 然后向右转 到公交车站台那里 出了那个车站的 那两个保安亭这里 直走的 前面再转个弯就到了 要在这坐 没到头的就要 在这个地方坐了 上车了是吧 始发站应该是 前面的公交车站台 在这乘坐55路公交车 55路 这就是55路 我得问一下他什么时候出发 这个就是55路 这排全是蓝色55路 要在这乘坐这个蓝色车 要问一个哪一班先走 就是那个车站呢 刚坐那个18个多 18个小时 坐到胡志明的车站 其实从车站这里有条路 直接从前面 后面走过来 直接走到这 就是55路公交车 可以到达 胡志明市的 刚才呢 我是不知道 我从那边绕过来的 这不从 我从 我手指的方 右手边一直绕过来 绕的远一点 但是都一样都能到 这都是55路 其实从这边可以直接到 直接到这儿了 这就告诉大家这个省劲的方法 然后在这个亭子里等车就行了 直接坐上这个车了 他可以现金买票 然后 坐上就直接出发了 到达胡志明的路上 市区的路上 市区的路上 胡志明市区 这个在车上看到 好像是要比这个 河内更繁华一些吧 看这样 什么金店呢 什么 吃的啦 车啦 还有 甚至也有街边地方 这是胡志明的街头 建设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也是摩托车什么的 下车了 我在这下车了 下车再往前面走一点 才能到那个住的地方 这地方还看上去 比河内建设好一些 人家叫了摩托车过来 然后他已经到了 马上就到了 几分钟估计就把我送过去 越来越近 河内这边 不是这个胡志明这 城市看起来是很OK的 8点还可以 这是去往我那边的路上 还是去往那边 还上去了 那边的路上 是在那里面 那边的路上 是在那里面 还没了 在那里面 是在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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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越南胡志明的街头回旅馆的路上 还要下雨了 应该也快到了 这是胡志明的街头 到旅馆没多久就下雨了 下的好大啊 现在还不到十分钟就下大了 本来说想去外面转一下了 因为刚才收拾好了也安顿下来了 洗完澡了 一会都换完了 可惜外面一直在下雨 下的好大 现在我不过去了 屏幕都淋湿了 想想一下这雨下的有多大 这是越南住的旅馆旁边拍的 一家一会都这样做的挺好的 远远超过一些城市的国内的 可惜一直在下雨 不然今天一定要先把胡志明主要地方先逛一下 算了算了今天就到这吧 回去睡觉去剪视频了 不如你们初日见 下午餐的时候 下午餐的时候 旅馆的下午餐的时候 将我们一陈远超过去